寿风乡元旦的升旗健走活动是在客家文化生活广场举行 乡长珍熟以感谢大家共同努力 2023年是充满挑战的一年 他表示乡公所团队会持续向中央宪府争取预算 让寿风成为友善宜居的家园 2023的第一天 寿风乡公所在寿风乡客家文化生活广场 举办升旗典礼以及健走活动 天空虽然飘起细雨 但不影响乡亲热情参加 乡长珍熟以感谢大家共同的努力 2023年是充满挑战的一年 乡公所团队会持续向中央宪政府单位争取经费 让寿风成为友善宜居的家园 光光活力的城乡 意外嫌我们会继续在家吧 谢谢我们代表会 我们郑主席的还有各位代表的支持 我们这几天在招标的一个程序 那生意补贴 我也希望我们就在提给我们代表会来通过 因为我们要提升我们的生意力 那昨天看到12月31日为止 过去我们在11月26号 选业以前是17,180人 昨天到昨天是17,133人 减少50位 那生意力大概今年度有85位 所以我们要鼓励我们的年轻人结婚 然后多生产 能够回乡就业 没有产业 兴旺的话 年轻人就会来 回来我们的家里 来陪伴我们的老人家 元旦的宣级典礼 也颁发表扬 内政部111年基幽村里长的树湖村 彭荣华 以及获得111学年度全国中小学 网络小论文专题优胜的同学们 而随后在寿风乡志工团 以健身热情运绿操带大家热身之后 乡长曾淑义带领乡亲 其步出发践行 寿风乡亲风雨同行 共同用健康迎接新年的到来 记者综合报道